就是一个圆汤的羊羊会面 汤比它的面要更好 会面馆这么搭 哇 菜做满了耶 先看看菜都啥菜 还有红手面条 对面小碗没问价钱 但是他家是明档做的 单锅会的你是能看得见的 好像明档的会面馆 不得见 鲜肠肉啊 肉框是够大的 软烂香 尝尝 鲜度是有的 你闻上去就有老汤味 你一喝它就是羊肉汤 汤是没毛病 面 面的底口非常的淡 很筋 有嚼头 稍微活的偏硬 拉的刚刚好 我觉得 没有什么香料味 就是一个圆汤的羊羊会面 汤比它的面要更好 特色牛排71斤 这是48块钱的 我以为他会让蘸汁吃 就是吃了圆口 没有汁 只是给了点洋葱 香料味 加牛肉味 它这样煮的方法 用的香料 你就前口跟回口都能吃到 嚼的时候肉香味 反回来的时候香味 怪不得来着 基本上是揉揉都点 点了一个叫 芹椒炖鱼鳞豆腐 这个是一个有蒜蓉 里面看着有辣椒的一个蘸汁 烤生蚝的蒜蓉酱 这个看着像是芝麻酱 芝麻酱 你一吃嘴里 先是糖的那个甜味 就是它不像我们平常吃的 涮锅的 或者自己家里面淘的芝麻酱 它像是你加面包 吃吐司的那种酱 这个甜啊 它不让人烦 也不是那么的腻 但是你可能会吃不惯 很奇特 虽然是老豆腐 但是它理念还是很嫩的 单吃豆腐也可以 豆腐不喝 招牌炒红豆面条 炒得很干啊 这个技术是到位的 你像炒牛河都得干 不油 你能嚼到就是红素的那种甜 在你舌头上啊 牙上那种感觉 有锅起啊 爆炒的这个 火候可以的 鸡蛋 韭菜 加豆芽 复合口感 可以 味道不用多说了 是可以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 你坐在这儿 吃饭 你在等着出餐的时候 你能看到 哪个炒菜是你的 哪碗烘面 装碗的时候 端出来是你的 很有意思 爱吃惠面的 不怕远的 可以来尝尝 我可以来尝尝 你会尝尝 我会尝尝 你会尝尝